爱健康 爱你们 嗨 小伙伴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食养服正气 免疫 吃出来 众所周知 一旦我们的身体出现bug就需要疗养 而祖国医学一直倡导的三分质 七分养 告诉我们 食物中精华是人体正气稳固的坚实后盾 也可以理解为免疫和健康都是吃出来的 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将和吴欢医生一起走进中医食养服正气的知识课堂 先秦时期 周易首次出现预防 东汉末年 张仲景著书《伤寒杂并论》 唐宋时期 医者以香药预防瘟疫 明朝年间 通过接种抵御天花 清代末期 罗如兰撰写蜀艺绘编 自甲古文记载 集 王禄时 这图悠悠先生以中药黄花蒿 萃取氢蒿素抗击瘧疾 中医的力量写出了5000年的抗疫史 当时间的指针指向当代 中医药的力量依然写下了不朽的功勋 2002年 非典来势汹汹 2020年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中医药以强化人体免疫为机制 和人们一起坚定地站在了疫情的对立面 在5000年的历史中 中医从实践经验中归因 提炼抗疫方法学 形成并完善出一套以脾胃为根本 建立包括五蕴六气致病观 气血筋液旺盛 五脏调达 经络畅通的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的防疫观和辩证失智 体质预防不治已病至未病的防治观 用现代科学的理解 即以提升免疫技能守护生命始终 中医学很早就认识到人体具有对抗疾病的自然免疫力 比如说我们这个《黄帝内经》有一个叫《树问赤论法》 不会干预到你身体健康 正气血存内邪不可干 中医学将人体的机能活动及其防御清除各种有害的作用归纳为正气 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免疫力 将破坏人体内部的和人体与环境之间平衡的各种有害因素归纳为邪气 就是说它很精炼的用几个字就归纳总结出来 我们的抵抗力用正气来表示 外来的对身体有害的东西 比方说风寒俗失造活 食食淤都叫血气 那么从整体观来出发 通过浮症和去邪来调节肌体的阴阳平衡 可以使我们的肌体免疫力提高 什么是浮症去邪呢 这个症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症就是我们讲的人体的正气 这个人体抵抗病邪的一种难力 正气在中医学当中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我们很多学生学中医的时候 首先要理解什么叫正气 其实大家一听也知道 人满有一股正气 对不对 做好事有正气 但身体里面抵抗病毒 这个抵抗力也是一种正气 它是指人体集体为活动 包括五脏六五精液气血精液等等 它这个功能以及抗病毒 抗复一种能力叫正气 反过来当我们的人体正气不足 或者说正气相对虚弱的时候 它的位外功能就是抵御外邪的功能 就相对比较低下来 往往是抗邪无力 这邪气有哪些呢? 我们常规的老百姓都懂得病毒 细菌 其实还有什么? 寒气 数热之气 色气 色气大家听到比较多的 都可以趁虚而入 导致我们的机体 阴阳失调 脏腹功能 五脏六腹 温乱导致疾病的发生 所以素问评论论里面说到 邪之所臭 其气必须 就是邪气导致疾病 必定是人体的正气虚弱 从现代免疫学的维度来讲 正气具有多个方面的功用 首先是防御作用 即抗感染免疫 主要指对病原微生物的免疫作用 作用过强时表现为变态反应 其次是维持机体内在平衡 如去除老死或受损细胞 作用过强时表现为自身免疫病 第三是免疫监督 即去除经常在体内发生的 异常细胞变异 当作用减弱 如老年人容易出现恶性肿瘤 但是正气的全面功用 不止于免疫 因为免疫功能 仅是正气的重要方面 即抗病能力 却不是正气的全部内容 运行好 维护好我们人体的机能活动 才是正气主要的根本的职责 正气就是维持我们正常里面的 五脏六腑的功能 如果它五脏功能紊乱了 我们就会抵抗力下降 抗病能力下降 那么我们中医认为 五脏六腑当中 这个五脏 心肝脾肺肾 最重要的是什么 心脏 对不对 心脏 那么五脏的功能活动 它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气血 气血是五脏产生的 同时在脏腑当中流动 互相之间流来流去 对吧 干什么 它要维持互相的作用 我产生了 我有点好吃的东西给你 你有好吃的东西给我 我们互相补充 使得我们共同生存下去 是这么个相互关系 那么脏腑之间 脏腑经络气血功能的正常活动 就产生了正气 它是通过这些东西一起共同协同的 那么反过来 这股正气 正能量 又维促了这些脏腑功能 这种就是一种自我的 自产自消的内循环 那么正气旺盛 抗病能力就强 反过来讲 任何疾病的发生 都必然是脏腑经络气血功能的失调 对不对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怎么样 这些功能 脏腑经络气血功能损伤 那么正气也就不足了 通过吴欢医生形象的描绘 我们了解到 正气与人体五脏六腑 经络气血之间的密切关系 正如皇帝内经有云 五胃入口 藏于肠胃 胃有所藏 移阳武器 气和而生 今夜相成 神乃自生 所以说 若要扶正气 首先 必须了解与正气息息相关的 五脏 气血 以及精气神 从科学的维度 从科学的维度入手 搞懂它们 学会调理它们 就能有效扶正气 驱邪气 所以 从下节课开始 我们就一起和正气 好好聊聊 好了 本节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见咯 感谢您 祝福 感谢您 感谢您